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用一张图片来实现舞蹈动作 给一些图片增加一些乐趣 首先用在手机上打开我们的同意先问 然后看到它最上面的按钮写着一张照片来跳舞 我们点击它之后 下面的输入框会弹出全民舞王四个字 我们也可以手动输入全民舞王这四个字 效果是一样的 它自己就调用了这个一张照片来跳舞的功能 我们只需要点击发送按钮 发送之后 它会自己跳转到一个界面 让照片热舞起来 我们点击立即体验热舞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到 目前软件自带的一些舞蹈动作 给大家浏览一下 我们根据自己喜欢的一个舞蹈 比如说我现在选择纽阳歌 我们大概预览一下它的舞蹈动作 然后点击那个舞童款 它下面第一个选项就可以上传我们自己的图片 这张图片是我在网上找到之前上传的 后面的两张张图片都是软件自带的 自己上传图片的话 它的一个要求在你上传的时候会有提示 它的图片的一个要求 就是要一个人物的全身 然后 人物是尽量不要有遮挡的 这样子我们让这小姐姐给我们跳舞 点击立即生成 就这么简单 跳传到这个界面显示它处理视频所需要的时间 我们可以不用管它 直接可以退出 这是我之前用它生成的视频记录 趁着刚刚的视频处理的时间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 怎么样还是可以吧 那么再换一个其他风格 这个就是一个动漫人物的 差不多等了不到一分钟 软件就会发一个通知提示视频处理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生成的视频 咱们秧个牛且 幸福芬芳花样牌 我的秧个已经扭起来了 我们的一个创作历史记录 可以在右上角看到 点击这个按钮 就可以看到所有生成的记录 都在这里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快让你的照片躁动起来吧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